都知道喜羊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妹妹 那就是冰冰羊 她长得非常可爱 也很乖巧 但有一点很奇怪 为什么冰冰羊会在外太空出生呢 她为什么不寄养在羊村 毕竟这羊羊和丽羊羊平时的实验都很繁忙 又哪来空闲时间照顾冰冰羊 其次冰冰羊的出生如果是在太空飞船中 他们必然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停下来休整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回到青青草原 将冰冰羊交给曼羊羊照顾 而不是将冰冰羊带在身边 遇到危险了才想将她送回青青草原 在细菌大王来到青青草原后 她为了抓到冰冰羊 曾多次附身在灰太郎身上 同样她也是细菌大王附身的第一个人 对于细菌大王的附身要求 从剧情中可以知道 除了身体要很脏外 还要能承受她进入衣食的痛苦 而灰太郎恰好都符合这两点 尤其是她还擅长制作各种发明 经常让细菌大王找到机会趁机附身 在奇菌外星刻这个篇章 青青草原也可以说是迎来了新的纪元 这次完全是科技与科技的碰撞 不仅有志羊羊的时空舱 还有她发明出来的万能魔方 这些都是罕见的高科技产品 就连细菌大王改造之后的武器 也是威力巨大 要是灰太郎当初拥有这些武器 抓羊对她来说 完全可以说是一如反掌 平复整个羊村也不是梦 但这对小羊的来说却不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失控后的灰太郎实在太可怕 在冰冰羊来到青青草原后 她也曾经历过不少寻找哥哥的风波 甚至还被细菌大王带走过 如果丽羊羊一开始就将冰冰羊送回青青草原 想来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